每天100秒带你看两会 3月6日,代表委员继续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近来,一些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案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今年的报告提出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行为 今天,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燕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建议对拐卖犯罪终身追责 他说,目前中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最长诉讼时效是20年 过了诉讼时效就无法对他们追究法律责任 但对受害人来说,造成的伤害是终生的 中心网今天发表诉评称,应坚决铲除拐卖犯罪滋生的土壤 让天下无拐 教育话题一直霸占着搜榜 谈及三孩政策,全国政协委员张俊廷建议应降低生育成本 倡导第三孩免费上育儿园 同时鼓励一些大企业单位提供免费托育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 新型的家庭文化应畅导性别平等 要提倡男性参加育儿工作 今天有关艺术考级的话题还在发酵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 当前美术考级的依据是不科学的 美术考级不可取 明天一场备受关注的记者会将举行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将围照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记者提问 让我们期待外长记者会 两会100秒 我们明天见